接下來請余天委員提訊 主席,我們請陳主委 請陳主委 委員好,很早 主委,我們今天是在心打什麼 93條字1,93條字4 就是有關入資來台投資違規的加重財法 就從6萬塊 最高上限30萬 增高到20 不是,從那個 30萬,60萬 就最高原來60萬 改成最高2500萬 但原來低的 我們更低就是5萬 極其拉大 不是,我們為什麼一直去討論這種 罰款,然後增高多少 你有沒有想過 陸資是怎麼審查它進來的 這個審查當然有時候 這個法案還是有時進啊 有它的 您可以把它放鬆嘛 稍微放鬆一點 對,我們 但是 你要歡迎它來 錢進來嘛對不對 韓國瑜都會講 人進來過出去就發大財啦 對不對 像我們 台商到大陸去投資 你有沒有算過到多少錢 我們現在 對大陸的投資啊 事實上就 對它的依賴度已經超過40%了 對啊 大概有去 我們台商去大陸 投資的大概有多少 這種算法有不同的這種算法 我跟你講 從2006年到今年 已經有4兆多了 4兆多了 1833億的 4兆多了 你知道嗎 像這些錢拿到中國大陸去 他也沒有 我們這邊有沒有管控 沒有吧 我跟你講 陸資進來 我們歡迎他進來 怎麼管控他出去 這個才是重點 你知道嗎 其實這些都稍微事情啦 現在修改這個東西都是小事情 進行事 現在你進行的就是韓國瑜 這個問題 趕快 以前不管是國民黨是民進黨 有到大陸去訪問的 我們都不管了 但是自從今年1月2號 習近平講了這個 對不對 一國兩制的問題 一國兩制我們認同嗎 我們陸委會立即的民調 超過八成的民眾不贊同 不接受 所以啊 所以現在進行事才是重要的問題 剛才有國民黨委員經常講說 啊 這就是針對韓國瑜 對啊 就是針對韓國瑜條款 這樣馬上 這個很嚴重啊 因為之前去 中共沒有表態說一國兩制這個問題 不能導致我們自己講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不可能了嘛 人家不承認嘛 所以你現在目前的官員 不管是哪一黨 市長 只要民選出來了 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當然一定要有規範 這個是重點 要趕快把它擬出來 是 你有沒有在想 有什麼想法呢 草案在這裡啊 相關草案已經 出負荷了 已經擬好了 像這些其實才是重要的問題 你把這些芝麻大小的事情 送來這邊 實在是 我搞不清楚 重大的事情 我辦法趕快處理 像這種問題 你可能報告這個案子已經很久了啦 我知道啦 我上任以前就有了 我知道啦 我是覺得說 像這我還沒有來上任 我現在才第二次到內政委員會來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以目前重要的事情 必須要去先解決問題 像現在以目前來講 如果再有其他的縣市長去的話 我相信 應該有一套的 我們路而會的辦法 審查機制啦 是不是 不管是 而且你甚至之前有 這個 我們這邊退役的將領 到那邊去參加他們的國慶 一大堆 這個其實以前的事情 就不要再去提啦 因為我們之前也沒這個規定嘛 對不對 也沒有這個規範 那我希望 我們之後 我們路而會 要把這整套辦法 很詳細的 把它弄出來 要不然我跟你講 韓國瑜啊 他跟中聯辦密會 你知道他跟他 裡頭有簽了什麼合約嗎 有協議嗎 因為他門關起來 我們不知道 他會承認嗎 至少我們要給他陳述的機會 如果他真的有 就是50萬是吧 罰50萬 看很多 他要看什麼情況 合作行為 合作行為 那政治協議應該不一樣 政治議題 政治協議 政治議題的東西 那個最高還有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跟你講啦 他就是算在裡頭 他有簽什麼跟他 談到政治什麼議題 他回來會跟你報告嗎 別說了啦 我們還是要給他 這個法律本來就是一個程序嘛 不僅要依法 還依整個程序的法 所以要他 如果我們要怎麼判斷 要給他陳述的機會啊 對啦 陳述是應該 所以我剛才跟你講說 像我們陸委會要辦的就是趕快立這個法 來規範以後要去中國大陸 不管是縣市長或者是立委 或者是各民意機關 任何人去都要有一條的規範 嚴格的規定他們 好不好 好 這是我比較希望看 因為你現在 現在進行事就是韓國瑜現在目前觸犯的 就是今年1月2號 之前我們不管了 因為大家都還在打模糊仗嘛 對不對 那現在既然人家習近平已經這樣表態了 那你還要跟人家 九和共識一中各表嗎 表到哪裡去啊 怎麼表啊 我就搞不清楚 有些人真的不曉得頭腦壞了還是怎麼樣 真是 所以我希望你趕快 就針對 就是針對韓國瑜 這個條款 因為今天他去 到了香港 這一大灣區 他做了很多不對的事情 連香港的媒體都在罵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草案在這裡啦 OK 初步的草案在這裡 我希望你趕快進行 初步草案在這裡 趕快進行 這個東西對台灣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議題 而且對台灣也是 如果真的是有簽了什麼協議 回來之後 萬一他出來選總統 台灣被賣了也不曉得 真的啊 這對台灣很嚴重的 直接就講 這是韓國瑜 條款 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之前沒有發生過啊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